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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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A宝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B宝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的纪录片它很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 它用小孩的观点来谈一个环保的问题 那知道你们三位其实平常做环保 就是你们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由你们的眼光来看 你们觉得纪录片里头 你们觉得最有印象的部分是什么 可不可以就是先请Ava来跟我们谈谈 我印象深刻一个小男孩 他在影片中一直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 然后一直沉默 那我觉得说就是他们很幸运 小孩们这些小孩很幸运 在这么小时候就可以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议题 然后产生就是这种概念 那我想就是让我想到我小时候 参加荒野旋风团的经验 所以我们也是一群一群小孩 然后透过演戏啊自然观察 然后来了解环境 然后进而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 所以看到他们就觉得很亲切 好像跟你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验 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孩子 那是不是可以请B宝谈谈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当时进一片有拍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孩 他们分别用不同方式呈现 他们要呼吁大家保护世界的这个概念 他们有一段是用唱歌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用画组的方式 而为什么是来自世界各地小孩都要参与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象征说 环境保护这个问题跟维护世界应该是要全球一起来参与的 不能只有某个特点的国家 然后还有他们是以小孩当作主角 为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是可以让小孩以一种客观的方式 比较单纯吧 有点类似提醒已经可能对土地已经麻木的大人 就是说不可以这样 还有是让其他小孩站在 有小孩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事情呢 的确我们真的有一些大人对于这些议题 真的好像感觉上不像孩子这么的纯真 就是很直接的一个反应 那是不是可以请一轩谈谈 其实有关环境的问题 这些年来很多很多地方不断在报道 甚至对很多大人来说 已经听太多了 听到真的像李宝所讲已经麻木掉了 而且的确我们大人改变的世界 是孩子未来要求生存的空间 这是我们想到 其实的确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人透过庞大的科技 还有人类的管理技术 已经改变了世界了 但不只改变世界的样貌 连我们动物的天性都改变了 我最感慨的是说 比如说牛好了 牛本来吃草的 可是现在的牛是吃牛长大的 我们要让牛吃荤 牛吃的飼料 飼料是来自于死掉的牛 死掉的羊做成飼料让牛来吃 所以我们一改变动物的天性 所以我们一改变世界的面貌 也改变动物的天性 留下这么多的污染 它把地球可以生生不息的资源阻断掉了 我们创造了很多永远没办法不见掉的垃圾 然后地球本来的循环就不见掉了 然后我们只是过客 我们还留给下一代进行使用 就我们这代就生不消耗掉 所以的确用孩子的角度来呈现 难怪Abo觉得说 哇小孩提到这问题觉得很难过 很难过 的确 他如果真的了解世界上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的确孩子必须为了自己来讲点话 而且我们大人都觉得很关心孩子嘛 所以我们关心孩子是给留他 赚钱一大堆钱 需要给孩子 可是赚钱过程中都把房间给毁掉了 剩下的钱 好吧讲了一点点 只能给孩子买药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但要想清楚啦 是 而且尤其看到从孩子的口中他讲出来的一些话 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当头棒喝一样 是不是可以请Ava再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先从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叫做 No Impact Man 他的中文是 环保一年不会死 这个书很有趣喔 环保一年不会死 那个作者他生长在很繁华 也是热色污染量很高的纽约 他想要透过一年的实验 来检验说到底生活中哪些是环保在纽约可以实施的 自称自己是No Impact Man 就零污染人 那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搭交通工具 然后不买外带食物 因为会制造垃圾 那他也到最后他不用电 然后他最特别是不用卫生纸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实施这样的计划 他的有一个困难就是当他拿着瓶瓶罐罐 然后兴高采烈要去杂货店买香料 然后中到他自己就是带的那个保护品面 他去结账的时候 他原本以为那个结账小姐会给他一个非常 就是和蔼的眼神 说你这样做会夸达他 鼓励他 然后结果他就一直期待那个笑容 然后他就把全部摆在前面 然后说请他结账 然后他都已经很贴心 就说我这个瓶子几克 然后你可以扣掉 是 那可是那个小姐不但没有对他笑 还就是赏他了一个白眼 就觉得说你这样会造成我很大的困扰 除了这样他还就是拿那个保护品去买了咖啡 那那个人说这样子我们很困扰 然后不让他弄 我觉得就是一种制度 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 他想要做 可是他没办法做 那你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有些观点很棒 例如说物质生活 就买够用的东西就好了 不要花大钱买什么衣服啊什么 所以你觉得其实中间有很多是很容易可以实行的 那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大家的习惯还没有改变 现在其实我们花很多的精神去想说 我们可能用一些替代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啊 或者是藉由科技的方法让生活过得更舒适 那我们印象里面很深 就是有一个印度的小男孩 所以我们只想到创新 都没有想到环保 就是不消耗死性的 要所有随移 未经就算技术的 无限的 没有组理 不足取消耗 未经济 目前有个例子是 建议的 既然检查 我们每件例子 昨天呢 A380 Now it's all this luxurious beautiful plane That everyone thinks, let's clap about it But no one knows the true secret That it's the biggest fuel guzzling pla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 can't stand against it Because it's not about luxury It's how about it's good in all ways Something can't be good in one thing And not be good in the other That's innovation without conservation Where only you focus on one thing And don't look at what's important The world's mo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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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When we have a new product 大家都一無風地追求 可是在整個過程中 滿足了我們的欲望 那沒有去想到說 那是不是可以請Beebao 就這個部分談談 那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發生在我的身上 就是我有用一個電子磁點 然後他最近就怪怪 就螢幕好像就有線條 所以我們就拿回給廠商說 欸這是不是有問題 就請他幫我們看 他就打電話說 喔對不起親愛的客戶 現在你這個有一個小毛病 就是他這個有一個電線壞掉 可是我們已經不出產電線 這一個電線壞掉 可是全部都要買新的 然後我們就很難過 然後覺得這樣我們好像傷害地球 所以其實就剛剛Beebao講 這是一個全球體制的問題 不是我們自己想要 就是一直買東西 可是我們也被迫要買東西 因為他就是用不久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追溯到產品 一開始就要想說 它是要永久的發展 不應該就是為了新營 所以應該要追溯到最原始回歸自然 我們其實是被迫在這個狀況 可是這樣子的狀況 是怎麼樣會造成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談到你的觀察 這也是有這些年來 我們一直非常感慨 因為整個全世界的體制 已經走向一個 就是全球化 那第二個是全球化有幾個特徵 就是東西越來越便宜 另外就是高度的競爭 所以其實剛剛Beebao講到競爭就是 其實廠商它東西不能賣太貴 因為有競爭嘛 你都不能賣太貴 所以你就不斷地吸出新的東西 讓別人不斷地買東西 你才能夠活下來 像古代生產一個電鍋 可以用幾十年的時代 已經不太可能了 每個東西的生產 都要花很大的人員去開採 用很多資源 然後開的過程都排放很多毒氣 造成很大的垃圾 這些廠商都不管 因為它不斷地賣你東西 所以我們消費者 你看買個手機 一買來每半年一年就要換 新的更好的機種 電腦不斷地升級 舊的都可以用啊 可是它讓你不升級 你又好像趕不上時代的 你就沒辦法 所以這整個體制的問題 變成我們也很無奈 而且其實好像我們就幫自己 像老鼠一樣設計的一個圈圈 我們在裡頭一直拼拼拼拼拼拼的跑 要去趕上一些事情 可是我們的所有的忙碌 好像只是讓自己更加的 沒有辦法去享受事情 買越多東西越不快樂 的確 而且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消費方式 變得我們必須要再去 花一刀直接去賺錢 買東西 買東西又很快壞掉 然後又整個生活就變得 沒有真的在生活了 而且對地球的消耗是更大的 在影片中開採到了一個泥流 泥流就一直冒出來 後來整個村莊全部都被淹沒了 然後人民也必須要去 遷移到別的地方 當我們不停地去跟地球的母親索求的時候 有一天她會說夠了我沒有辦法了 是不是可以請A保談談您的看法 現在環保議題很興盛 然後我們都接觸到非常非常多的訊息 然後在學校也有交 可是我們真正去做很少 如果你一旦去行動過 你就會知道這個重要性 就是例如說去做自公 或是去走一趟自然 你才會知道付出是很重要的 買你們小時候好像也有抱負一個溪流 今天我們社區的生命之河 號稱我們社區生命之河 這藍溪 然後我們社區都是引用它的水 然後就發現說 在下游的時候有油 然後有雞骨頭 那我們就覺得 嗯怎麼會這樣 也覺得很噁心 然後也覺得溪流變這樣 感覺很不好 那我們就去調查 然後社區大家就一起去追一本溯源 然後就發現是上游的那個土雞層餐廳 他沒有做好他自己的污水處理 就把洗完的水啊什麼 就倒到藍溪裡面 那結果經過大家的努力結果 我們就請他 他就最後就設了一個污水處理廠 就簡易的污水處理廠 先把他的油什麼先做處理 然後再把水排到溪裡面 我們在我們的家 但我們不可以解決它 我們自己 它是四個人 抗200,000,000,000 如果大家在世界上做的話 如果所有人在世界上做的話 就會讓它做了 就真的會有大部分 我們只會在太多水 水裡的水中 我們只會洗澡 水中的水 水中的水 我們用來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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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的水 更好 超正的 我們做一個很厲害的 我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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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營 它只是一幅的轉移 在修改的環境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做呢 其實改變的力量 就是從我們自己 去改變我們自己的行動 或者是概念開始 在做這個過程中 除了你自己覺得很開心之外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同伴 或你的好朋友 因為參加了這個活動 他自己在心態上面的一些感應 有 其實我有跟我們朋友 一起去淨灘 那我們淨灘的時候 其實整個過程是很快樂的 就是一邊聊天 一邊淨灘 一邊玩耍 發現其實在旋風堂 或是在跟我們一起活動裡面的朋友 感覺價值觀比較相近 就是妹妹可以講那個故事 是潛移默化 就像我以前是掌控那個冷氣級 就是冷氣遙控級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掌控 就從以前你去負責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五禮拜上你的冷氣要不要開冷氣 剛好就是我工具 就是某一下溫度標準才能開 然後像大家都有一定會說 快要接聽就說 欸我們趕快開趕快開 然後我就 然後大家都很同意要開冷氣 可是像我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不好吧 又沒有很熱 而且像是 像我就會故意把它藏起來 或是走到旁邊 技術性的阻撓 然後開冷氣 然後他好像是另外一個旋風團的同伴 他就是 他也是他們班 都也很愛開冷氣 然後他這個也很分和不平說 沒有就很 沒有那種熱鬧 然後就開冷氣 像我們就是 在潛移默化之中 就會覺得說 應該要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 像那些 其實沒有參加過旋風團的 孩子們 他們就可能 就沒有這種 觀念吧 可能就本身沒有一直 就是 知道要簡單簡單 可是生活上都還要 走舒適的方式來享受 知道是一回事 可是就不願意 就不願意去做 對 你們應該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說 有實際去做過 參與環保的這個行動的時候 當跟沒有的孩子 相對來講 整個在執行力上 其實就會有相當大的差異 是 那是不是可以請醫生談談 就一般孩子來講 你要去限制他的一些享受 他可能會覺得有拘束 那您是怎麼樣 可以培養他們這個概念 當然像 我們的生活中都過得很簡單 當然 可是我們也知道 同伴的影響力 所以 我們讓他參加社團 參加有關環保的行動 當志工 他就看到說 有很多 他的好朋友跟他一樣 所以 所以他既然知道 有好朋友跟他一樣 他今天又到班上去 跟別人不一樣 他都沒關係 所以他知道有人跟他一樣 他不孤獨 所以他就可以去對抗 那些跟他完全不一樣的價值觀 真的去影響他們 是 我想這是 陳他志工有很大好處 就是 認識這個世界 因為他有真的參與行動 所以他不是知識上的了解 是 因為有行動之後 其實他對世界更有熱情 當然去改變 你要改變世界 當然就要充實自己的人力 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才會去改變世界 所以我覺得讓孩子從小 陳他志工非常棒 在教養上 在我們學習上來說 都是非常棒的一個 實際的體驗 他更加的有信心 知道說他是對世界 有掌握能力 有影響能力的人 而且他有的責任 責任是放在外面的時候 他就不會對於自己的小挫折 自己的利益 很關心 因為他關心的是更大 他廣眾的貧苦的人 世界議題 他關心這部分的時候 自己的小問題就不見掉了 他會更充實自己的人力去做 那個動力是來自於更大的追求 而不是自己的小成績小東西 不是 所以這個學習的動力就更強 我覺得真的要讓家長 盡量參加志工 真的看世界的眼界就不一樣了 的確 那是不是可以請Viva來談談 那在生活中 你另外是怎麼樣 更身體力行的去保護這個環境 就我覺得要保護環境 應該首先就是要先去親近他 就你要愛上他 你才會想要去保護他 所以像是我在考肌測之前 我還是很堅持一定要去爬山 就是要透過像簡單的爬山 然後到旁邊小山丘走一走 就會慢慢大自然就會感動你 然後你就會想要去親近他 然後進而去保護他 就是要常常往外面走吧 是 所以其實親近自然是很 對你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 紓壓跟學習囉 聽說你們兩位都是 應該是說你們整個家庭都是素食 那你們現在都是在成長的階段 怎麼會想要吃素呢 是不是可以請Aval談談 不知不覺現在很喜歡吃菜 可能就是從小就也沒有肉 然後就是一路上就吃菜長大 所以就很習慣了 那吃素這件事情 也是你們環保行動的一部分嗎 對也是 吃素的部分喔 對於一般長輩會覺得說 還是吃素可能營養不夠 可能會長不大之類的 那不知道醫生您是怎麼樣去 處理跟長輩這方面的溝通 像我太太是醫院裡面的營養師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所需要的營養 其實素裡面都可以滿足 看到本來的形狀的真正食物 其實是更好的 剛剛Aval講到 為什麼很少吃肉也是來自於 其實肉的生產過程中 對環境是消耗比較大的 所以一部分我們是基於環保 一部分也基於健康的理由 其實的確吃素的確對自己對環境都好 所以我們其實也盡量也鼓勵大家慢慢說 如果一下子沒辦法 你還要吃肉的話 就盡量減少分量 然後一個禮拜至少多 慢慢慢慢朝向多吃一點菜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其實在看到A寶B寶他們的整個成長過程 就發現說其實吃素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你從行動上去愛地球 對整個孩子的教養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幫助的 還有另外我覺得我們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像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二手衣 就是別人會送我們 會給我們 從一出生之後 其實幾乎所有的外衣做衣服都是二手衣 都跟親戚朋友要來的 所以到現在已經讀高中了也都是 從小跟她講說就是百納衣 幾條重人的祝福 就別人穿過了 然後別人給我們 所以穿過覺得很喜歡 然後可以給你們穿 這是別人的祝福 外在東西反正 我們可以用最省資源的 是環保 而且戶在消費也非常高 而且衣服也都蠻好的衣服 而且從他們身上發現 當他們心裡是很有信心很滿足的 相對來講對於物欲這方面 感覺就需求就沒有這麼大了 是 你實在是非常的有趣 可不可以最後就是請A寶跟B寶分享一下 你覺得說現在覺得最急迫 我們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去外面的時候一定要帶環保杯 然後去買飲料 因為現在幾乎看到人手一杯 比如說85度C的紙杯 或是Starbucks 就是人手一杯這樣就很高級這樣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自己自己帶 自己帶 因為現在就是好像有法律說 就你可以自己帶 他一定要接受你 就是幫你裝飲料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從生活中最基本的重點就是要自己帶的那個 先從自己帶水壺開始 對 自己帶水壺開始 好 謝謝 來 李寶 我覺得這段應該是要去踏青 好 先進自然 是 就是要先去接觸 就慢慢學著去接觸 然後傾聽大地 很棒喔 第一個先從我們自己的身邊做 再來是傾聽大自然 那其實我從這個影片裡頭 我想最後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句話 有一個異度的小男孩 他提到說 我們每次在面對環保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怪政府 我們會去怪工廠 不應該去製造這麼多的垃圾 那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從你們身上 其實就印證了這個小男孩的話 我們最大的力量 其實就是從自己做起 當我們自己都可以去把這顆 愛地球的心拿出來的時候 這所集合眾人之力 我們就可以對這個地球 可以有更好的付出這一份愛 可以更能夠去復衛我們的地球母親 那今天很高興請到三位來跟我們分享 那也非常感恩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地球證詞 感恩 謝謝 謝謝 謝謝